拒絕配合Bi 不容惡意打壓 不容惡意打壓 之前我在沒有拒絕配合學校之前 我是學校的二級行政主管 而且當了八年的時間 但是再不配合之後 我們就招到學校一連串的整肅 從我們幫他拉下行政 惡意的把我們調換系所 讓我們在離開原本的系所去支援之後 又關閉通識中心 而且我們在支援系所之後 不給我們相關行政工作 讓我們沒有分數 之後又以這個方式不給我們排課 造成我們要進入安市 之後到支援到現在這個情況 一連串的一個作文 都很幸運的讓我抓到所有的證據 那也證明了學校的惡意之前的過程 那當然在這個惡意打壓之後 我們在主張教師的權益時候 把教師公會的所有的一些訊息 以及我們在開記者會的一個 接受公平的一個過程 張貼在學校的一個 教師群組的網路上的時候 就被前置發言 嚴重禁聲 讓我們不能把所有我們受到的委屈 以及所有的一個公平事件 提出來公開討論 我國的公會法三十五條第一項明確的規範 如果雇主從事了這種因為公會活動 而對員工進行不利對待的打壓行徑 是違法的違反公會法的行為 特別是在我們背後的主管機關勞動部 我們也要高分貝的呼籲 請積極的拿出手段來制裁這些 惡劣打壓公會 打壓員工的僱主 如果你拿不出具體切實的手段 結果將會不但是傷害這些受害的勞工 受害的老師 而且還會影響到千千百百萬的勞工 以及被受他們影響的學生 這都是我們非常關切 要求要立刻予以杜絕的